现在正值花生采收的季节 不过受到了年初多余的影响 花莲不少地区花生受到虫害侵扰 其中邪文叶额及东方果实营数量暴增 导致光复香虽然采收完毕 不过跟往年相比 收获量减少至少三成 花生剥开有的玩好 有的则是营养不良 状况不止这样 翠绿的花生叶走近一看 都是黑黑一点一点的 更令农民伤脑筋的是 花生田中还出现害虫 在啃食叶麦 在我们监测点 单点都有发现257只以上的状况 那我们有跟中央的防检局 填报预警系统 官方地区有提出说 在花生的部分 邪文叶额的状况 影响蛮严重的 正逢花生采收时期 不过拔起来的数量减少 就是因为受到年初多余影响 花莲的花生受到虫害侵袭 其中邪文叶额及东方果实营数量 明显上升 害虫啃食叶麦 导致根系发展不完全 而影响产量 其中光复箱的收获就减少了三成 花莲花生价格相比以往一台金53元 今年就来到一台金65元 因为气候的关系 也正值我们的国师印 很猖獗 一起做的落花生 受到严重的邪文叶道额的危害 我们光复箱的花生总面积 大概在50公顷 有10公顷很特别的严重 农业处也强调 目前对害虫的药剂已经配发 农民如果出现栽损 通报后就会请植物医生协助勘查 不让害虫影响农民生计 记者陈敬业 花莲报道